下一位 三位評審 然后在地的乡亲 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梁喵喵 我在担任彰化一间饮料店的店长 那我现在要推荐的一个小朋友呢 他是我们店里面 一个才17岁的公读生 他叫吴君毅 然后我们叫他吴嘿嘿 也可以叫他小黑 那为什么要推荐他呢 因为他对歌唱的热情 是我们电影六年以来 我觉得最热情的一个小孩 他在平常不是只有摇饮料 就是在唱歌 就只有这两件事情 他今天有帮自己 做一个加分的动作 就是桌上评审老师 喝的饮料 就是他调的 等一下按灯之前 有点抽搐的感觉 可能是放一些符合水之类的 但是没欢乐啦 这是便宜啊 所以说没有关系 那旁边有一群穿白袍的医师 非常辛苦在这边 stand by 这一段 也对哦 我如果喝坏肚子 马上就可以 对 对 那我跟吴嘿嘿都是在地彰化人 翁立友老师在地的 那因为我们金牌麦克风 是星期五的八点到十点播放嘛 对不对 播出嘛 对不对 我们店里面有多挺这个小朋友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只要到店里面讲 金牌麦克风 我爱吴嘿嘿 所有饮料以律半价 太棒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就掌声来欢迎我们吴嘿嘿 帮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谢谢 各位品牌及现场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叫做吴嘿嘿 为什么我叫吴嘿嘿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爱运动 为什么爱运动 我就不知道 我就好动啊 然后我从小就有参加田径队 才会晒得那么黑 但是我觉得参加田径队 能够增加我的肺活量 所以不只这样 我就算已经离开了田径队 我还是每天有在做仰我起坐 对 然后我希望今天能用我的歌声 征服大家 谢谢 那你要唱什么歌 我要带来陈毅迅的十年 好 请开始 希望你们会喜欢 从小就爱唱歌的吴俊逸 六岁时曾经登台演唱赚曲红包 长大后甚至为了歌唱练丹田 每天努力做仰卧起坐 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他今天是否能将他平常练习的成果 表现出来呢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够 也不过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趁牵手万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上手 一边泪流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借口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愿最后 难免等回朋友 谢谢 今天有好多都是属于 广播主持人的那种美声 讲话 讲话就很好听 很好听 真的 但是反而唱歌的时候呢 有点这个 好喝 什么啦 你懂我的意思啦 因为我觉得Eason的歌是很自由的 虽然每个音都要到位 可是他每个音在走的时候 他是 他是很自由自在的在悠游在那个旋律 可是你是不是要打点的就 这样 那这个东西要花时间去感受 但是你音色真的好棒 所以你常在店里面唱歌吗 我几乎55克 就是每一克文我就一直在唱这样 然后就是店长其实在楼上 一直在翻白眼 哎呦 不会啊 店长今天还帮你来推荐 你不要这样诬赖他 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他 对啊 所以那个翁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嗯 俊逸的这个音色 跟他的嗜好真的是相辅相成 因为你常常在运动 所以你的这个中气很十足 然后我特别喜欢你的中高音的部分 因为听起来就是很阳光 很有朝气的感觉 你应该去找一个专业的这个乐理的老师 然后抓到你的最高音 是在哪个音 然后呢 再针对你的最高音 然后去算你的这个key啊 比如说你可能下一次选一首 因为你的音色也高音的部分很像那个周华键 可能选一首花心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key来展现 因为太重要了 因为key稍微定不对喔 低一点 我要展现不出来你的歌唱实力 高一点我要唱不上去 又扣分 所以一定要找到你最适合的那个key 才能够展现你最棒的地方 最高音不然你唱一个最高音 我们帮你听听看好了 哦 耶 所以你就唱十年把它深一点唱就好了 不能下会 这个是故意的 你刚刚那个十年 你自己再深一点唱看看 十年之前 好来 升 老师请升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再去一样 掌声鼓励一下 陪在一个陌生人所有 走过天天熟悉的借口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加油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 听下去 朋友 你看 俊逸 你回家自己看播出 你自己去比照 你这样子一升key 你连唱歌的表情都变不一样 很投入了 真的 真的不一样 你只要不要中间这样没自信 笑场就好 你看我们店长再也不翻白眼 直接白内障 这 对啊 整首歌的生命都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恭喜过关 谢谢 又过关了 我准备了这首歌准备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陈逊 然后也非常谢谢我的朋友到现场来支持我 还有虽然有一些朋友没办法到来 是因为他们上课可能就没办法赶到这样 然后也非常谢谢店长这样推荐我 我非常真的 非常地谢谢他 如果今天没有他 我也许今天没办法那么的完美这样 对啊 OK OK 加油 轻易加油 加油 加油 谢谢 下一位 唱歌曲 李宗盛 唱歌曲 李宗盛 我最重要是江千 啊 我不太乖 那你誰啊 那你誰 我女兒的女兒 你沒像阿公 你看起來很年輕 我當作那個女兒 我當年以為無關 那他傳的啦 我還以為是他女兒 你跟阿公看起來好年輕 我當作女兒的阿公 還有什麼要介紹的嗎 沒有啦 阿公很容易唱得好最好啦 唱得好最好 唱得對就吃東西了啦 這樣喔 沒有啦 阿公 你今天我跟他唱 叫我走 唱得對 這樣就吃東西了 沒有啦 阿公 你自己唱那一段是要表現 你自己的歌歌 我就是要唱歌而已 真的不行 聽哩啦 他剛剛那一首歌最後那一句 說明他對於他們這個女兒孫的愛 哪一句歌詞 只有一個愛人 對 結果他那個愛呢 還有稍微 撞一下你知道嗎 因為他自己心虛應該不只愛他 喂 你愛他的 他怕你生愛他這個孫子啦 沒有啦 那個女兒沒辦法啦 沒辦法 啊 少年男嘛 少年男 少年男啦 人來這裡做推薦的你吐槽耶 終於查出多年的懸案 是不是 報告那個阿嬤 楊阿嬤 他不只愛一個 比不一樣的啦 喂 好啦 這樣沒問題啦 他就為了要吃到你不用錢的水果 我告訴你 我們也是很認真便宜 這次他唱得好色味 這樣最要緊啦 唱得你這句話在笑事情 沒有啦 看唱得好色味 沒有啦 來 歡迎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做楊千愛 今年二十一歲 來自台中 目前就讀巧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四年級 我是一個熱愛表演的人 喜歡在舞台上展現自己 那也有在外面的舞蹈教室學跳舞 有組了一個舞團 也會接一些case 雖然獎金沒有很優渥 可是最主要的目的是 讓大家認識我看到我在舞台上表演 自己也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覺 今天來烙筋拍麥克風這個舞台 我會好好展現自己 希望能順利過關 加油 阿公好可愛哦 加油 謝謝阿公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做楊千愛 今年二十一歲 來自台中 那現在是 就讀巧光科技大學 今年大四 要升大四 那我平常的興趣就是唱歌跟跳舞 那也有在學校 參加學校的歌唱比賽 然後也有在外面學跳舞 然後有自己的舞團 然後會接一些case這樣 然後希望今天會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 唱什麼歌 對的人 請開始 好 謝謝你的光照 我一切都好 一個人 不算困擾 愛雖然 很美妙 却不能为了寂寞 又陷了你找 爱要耐心等待 仔细寻找 感觉很重要 宁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 真心的拥抱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会遇到 对的人出现 在眼角 谢谢 我不能先说 因为这样的人会说 我为了要吃你不用一个水果 我没吃什么 娇哥,你先说 林老师 我看着我已经吃不水果了 白老师,阿公应该都很大方了 不管有没有果都会给我们吃东西 对不对 其实那个 你唱歌我觉得 你还是很紧张 可是你不紧张的时候 唱得非常好听 有一些转音加哭腔 其实很能唱很好听 谢谢 很棒 你刚开始A段的时候 我很担心你 因为你唱得太拘谨了 然后这首歌 其实它的那个度数很宽的 我还担心说后面 这首歌高音很高 你会唱不上去 哎呦,没想到很惊艳 高音不但唱得上去 而且还很有力道 谢谢 对,我觉得你再放松一点 因为这一首歌 其实也可以加一点 那个R&B的转音进去 让听歌的人会更 感受到你的那种 轻松自在的氛围 好不好 阿公 恭喜啦 对啦 招孙过关啦 很开心评程给我肯定 让我有机会去台北 进摄影棚路我要当歌手 那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 比赛练习等等 他会常常去台北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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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跳 我是最好的是 到 八千公里 当地出门 这样 OK OK 下一位 好 評審老師 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正清 谢谢 我来自于花莲 太鲁阁足 目前任职于衛生福利部 玉璃医院行政人员 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 其实也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的梦想 就要当一位歌手 想知道哪位参赛者 获得最多网友按赞吗 金牌麦克风FB人气排行榜 第十名 个性摄影师 吕冠贤 第九名 慈性女生 黄夏兴 而现在 而现在 第八名 凌家女孩 王柔芳 第七名 痴情少年 张又鸣 的寂静 偶尔逃出 第六名 坚持梦想 刘宇芳